圣人有提到他从远方看到大马斯格 他的门徒请他进去大马斯格 他说他不要 他说叙利亚是人间天堂 如果他进了天堂 就表示他没办法再进天堂而已 这形容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国度 因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赞誉 叙利亚首都大马斯格 因此拥有了天堂里的城市 这个美名 去过的海峡再去 去那边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民生古迹 世界遗产 到处都是窗民激进 街道整齐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国家 翻开世界地图 叙利亚所在的两河楼域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就是人类古文明的滥伤地点之一 至今已经有八千年以上的历史 就虚义来来讲的话 它是很多历史古城市在那边 像大马士格 阿勒坡 奥姆斯 这些都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特别是在奥特曼土耳其帝国世界 那那个大马士格 其实就是这个夏姆省的 这样的一个首府 它农业比较发达 那它另外还有一些石油 所以就是说是在经济上 就是感觉上就相当不错 前景是中东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然而2011年爆发的战争 却重挫了叙利亚的总体经济 多达七成 让它在2017年时 成为中东最贫穷的经济体 人均GDP敬佩莫作 有有甚者 战争造成了二次大战以来 最大的奈明朝 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 多达四百万人 而令人压抑的是 也有台湾侨胞受到波及 差不多2015年16年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侨胞 还是离开了叙利亚 他们出来以后 有的是经过黎巴嫩 有的时候有的是经过约旦 转到其他地方 还有一位赖花秀赖女士 她以前也就是住在大马士格 我自己应该也是流落在意象的 其实内心除了说悲痛惋惜 能有什么感受 战争让这位来自台湾的叙利亚媳妇 被迫带着儿子滞留约旦 与先生分隔两地 照片里的台湾姑娘清纯美丽 从来就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嫁到中东 直到26岁那年 因为工作需要学了阿拉伯语 回忆伊斯兰教 五年后嫁给了自己的叙利亚老板 人生开始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认真的学习阿拉伯语 努力融入当地文化 记者友人见证了赖花秀 在叙利亚的贵妇生活 她当时的情景确实是 过的生活过得非常好 有自家轿车还有司机 那当然因为他们都很低调 也不会刻意去炫富或是什么的 但是在我看来那样的生活状况 是非常的富足的 怀念家乡的橄榄园 一张张的照片倒进了赖花秀 对叙利亚的思念 她万万没想到 2012年的返台性侵之旅 竟然让她再也回不去叙利亚 当要回叙利亚的时候 我先生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不要回去了 因为那时候叙利亚战乱 已经开始严重了 尤其我们东方人的脸孔很危险 因为开始有绑架这些的 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因为她本身 她先生在那边有企业 有工厂 当然希望继续照顾这些 在她的员工 当然也是保护 不希望她的资产被掠夺 或是毁于战争 所以大家都初期 可能都是观望的态度 结果没想到 这个战事一爆发 一发不可收拾 莱花秀只好带着儿子 在台湾接续学业 为了不让双亲太过担忧 也为了便于先生 就近出国探望他们 她在2014年落脚约旦 她就定期差不多两三个月 来看我们陪我们 那是去年开始 当要过来的时候 被挡在边境 可是政府认为家族欠税 所以她就被限制出境 如今分隔两地的一家人 只能透过不太稳定的网路 糊涂相思 一连半了 然后儿子也 事实上也蛮想她的 然后很想回去看她 可是我先生 不愿意让我们回去 理由是说 现在虚拟亚境内 还不是很安定 困难接踵而来 但是没有改变莱花秀 想要帮助叙利亚难民的决心 莱花秀从2012年起 接触慈记 2013年在台湾 参加人文真善美研习营 2014年落脚约旦 开始学习发放事物 去年2018年 她正式成为慈记约旦分会的职工 靠着语言及文化的优势 积极投入援助叙利亚难民的工作 我在接触慈记之后 然后看到这么许多的难民 这么许多的苦难 自己受过苦 所以就觉得说 有能力应该就去帮助 比我更苦的人 现在的序里啊 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以前那样子 希望我这辈子还活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